夏季消暑除了细水畅游山林地区也是好选择 台中离山地区近来正是水蜜桃的产季 今年虽然受到4月份多雨的影响 产量减少三成 不过目前价格还算稳定 公所人员特别来到市区进行行销 宣布和中华邮政合作开放预购 除了欢迎多多采购也邀请民众畅游离山 来吃水蜜桃平民避暑 众人一口咬下水蜜桃 鲜甜多汁的美味让人赞不绝口 离山地区的水蜜桃品质优良远近殖民 目前正值产季 公所人员特别来到市区进行行销 宣布与中华邮政 以及连锁超市合作开放预购 让民众享受产地直送的美味 现在是7月初 但是真正的产值在7月中旬到8月初 所以我们预过了一个记者会 来大力宣传 由我们和水蜜桃的故乡就在离山 最好的水蜜桃在离山 最好吃的水蜜桃在离山 还有离山有好山好水 还有很好的水果 那我们欢迎所有的全国的好朋友们 多多的采购我们离山的水蜜桃 公所表示离山水蜜桃栽培面积约462公顷 产期从6月下旬至8月中旬 今年水蜜桃产量虽然略减三成 但水蜜桃品质不减 反而更加甜美 预计7月中旬将陆续采收 现在正是最好的品尝时节 我们接下来这次的离山水蜜桃的产季活动 然后我们有推出了一系列水蜜桃泡谱的口味 然后今天有特别带来给大家做试吃这样子 然后这次的产季会配合水蜜桃产季去做 时间性的季节性推播 目前的话可能会推出三个月到四个月这样子 会依照产季的长短 然后去配合离山这个整个水蜜桃季节的产季推出这样子 除了鲜果 今年也特别与食品业合作开发出各种水蜜桃产品 公所也强调 花莲大地震并未对离山地区造成重大灾害 目前路况一切正常 欢迎全国游客踊跃前往离山旅游 喝好茶吃水蜜桃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